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着讲小子官 刚刚我肉讲的一个字 这第二行里面 害土 这个 咳土 应该不是害土 咳就咳嗽 然后土气或是土痰 掉臂 这个掉就是甩的意思 甩动着你的手臂 总而言之就是一切你的身体的行为 作为的action 所有的action behavior action 就是动作 然后behavior 是行为 一切的动作行为都在那其中都要修止观 这样子 我这样讲就很生动 一般凡夫吃饭就是吃饭 然后喝茶就是喝茶 吃喝就是吃喝 但是修行人 表面上是吃喝 内心里人在修行 所以不是白吃白喝 那众生就是白吃白喝 然后睡觉就白睡 对 然后这样子 那一切事情所做都是白做 这样子 那为什么 注意听 这是一个核子蛋 很想的 不用心股 以不用心股 一切白做 以不用心股 一切白做 如僵尸走路 对 僵尸走路不是白走吗 僵尸走路也没什么意义 对不对 也没有意义 也没有目的 因为他没有心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僵尸走路 就打两点了 意思 没有意义 无意义 无目的 无心照做 这无心是 有打个引号的 那 不知自己在做什么 不能感觉 没有感觉的 那我们说僵尸 那跟机器人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机器人虽然也会制造汽车 但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制造汽车吗 他知道他在做的有什么用吗 对 有什么意思吗 没什么 对 对 有什么目的吗 对 都不知道 都没有感觉 对 他就是做而已 这样子 所以 我们凡夫众生 做一切事 都没有用心 你注意这个 用心 这是禅师的话 没有用心 先是有 但是你不用他 那 你所做的一切 就都变成没有意义 没有目的 不知不觉 你就不知不觉 就这样造作 这样子 所以众生的造作 也等于是无心 没有用心在造作 有心不用 那是怎么造作呢 随业力而造作 所以一切众生 他那个动力是什么 他都不需要有知有觉的 他自然会动 从出生以后 那么由于为业力推动的关系 他知道肚子会饿 那要让人家知道说 他肚子饿了 就要哭了 所以他不是有意的要哭 他就是业力推动 他就哭了 然后有种种不舒服 尿湿了 他也哭 对不对 这是随业力造作 然后长大了以后 稍微长大了 他这个没有玩具 也是哭 对不对 然后在长大上学 偷懒不想上学 也是哭 对不对 然后在长大 他要嫁哪一个男孩子 然后他妈妈不允许 他也哭 对不对 这都是随业力造作 自己都不知不觉的 所以从呱呱坠地 一直到走路 然后上学 然后上班 结婚 生子 老病死 都是业力在推动他 让他走 他自己都不用想 他很轻松 他很轻松 他不用 不需要花任何力气 他就自然就这样子 一系列这样造作下来 这个 就好像 Assembly Line 怎么讲 生产线 就是 生产线 是一系列的生产线 就这样子 下来 就生产出很多 就是所谓业力这样子 那生产线 其实到最后就是死亡线 所以 从生到死 那么这一系列 都是业力推动 不知不觉 无名造作 无心无意 所以你看 你想一想 你如果 伤了某一个人 然后 他跟你讲 你说 我没有那个意思吧 本来嘛 那都是没有那个意思的啦 即使甚至于结婚 也是没有那个意思的啦 所以 虽然是所谓说 人是万物之灵啊 可是 这种 这个人的结婚 跟公鸡母鸡交配 有什么差别 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用生理反应 生理需要 那你说什么 你说 可是那个什么 爱啊 罗曼蒂克啊 那个都是 都是后天的 后天 习学的 然后 给他附加的东西 附加档案啊 附加的东西 而不是他的本体 你懂吗 他本体 我跟你讲 说穿啦 这个 所谓的爱情和恋爱 他的本体都是sex 他基本的推动力 就是这个 那你说恋爱 到后来啦 即使你在保守的 也是要 这个叫尔宾思摩嘛 是不是 有一个国民党的党国原料 叫吴志辉 知道吧 他在吴志辉 那个前集里面讲 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学问家 他这个老不休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什么叫恋爱呢 恋爱就是 不要见怪 这不是我讲的 可是是真的这样 他只讲得很粗而已 所谓恋爱就是 磨擦磨擦 他错了 可是是这样子嘛 你看看 你看看西乡记 那是个恋爱故事 对不对 桃花扇 那你看看白蛇传 对不对 那你看看 这个 来自于西方的 那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 那个有名的朱丽叶 Romeo & 朱丽叶 那 就都是那回事嘛 对不对 所以 那个古典的恋爱 你看我们 古典的那些 那些小说 所谓的恋爱 根本也没有谈什么恋爱 他们都是做恋爱 对不对 认识了以后 然后一见 然后来见了 来见了 就到 到房间去了 对不对 要不然是偷偷的跑到 那个秀阁里面去 要不然约到哪里去 对不对 然后由丫鬟把守 对不对 都是这样子嘛 所以 所以只有学佛 才能够这么 这么真诚的 这么明白的 面对这个现实 所以所谓的什么 罗曼蒂克 那个都是虚谎一招 这样子 自己骗自己 那所谓的 柏拉图士的爱情 当然是没有的事 那都是假的 柏拉图士的爱情 就是没有爱情 那个都是文字言说 再说嘛 我们谈到这个正嘴 柏拉图本身 这柏拉图本身 据我所知的 从他的著作里面 他本人没有谈过恋爱 所以你说柏拉图士的爱情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只需乌有的事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 一个人 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那说他那一种方式的爱情 那不是 那不是废话吗 对不对 你说拜伦士的爱情可以说 雪莱士的爱情可以说 因为他们真的谈过很多恋爱 对不对 谈皇式的爱情 谈皇知道吗 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多情公子 对 见侠 所以 柏拉图士的 柏拉图士的 Platonic Platonic love 那就是 那就是 No love 你知道吗 Platonic love is no love 对不对 中文在这里 那就是什么 只需乌有的 只需乌有 什么叫 只需乌有呢 这只需乌有是出于 那个汉妇里面 那个 我上次讲那个 卓文君跟那个谁 司马向如 司马向如写了一个子虚妇 子虚妇 子虚妇 子虚妇里面讲的是哲学 但是也是用预言式的 装子式的预言式的 讲的 这个 说有一个道者啊 修道的人叫做子虚 然后另外有一个 道者叫做乌有 那他们两个互相谈道理 这样的 那但是 他也是在讽刺那个道理的 荒唐 你知道吗 所以 最后我们就得了一个成语 叫子虚乌有 胡说八道 诡造的 子虚乌有 只虚乌有 是龟毛兔角 所以啊 这个修行人啊 在一切事情都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都已经都考虑好 某定而后动 然后 在动中呢 也都仔细的施量 都用心在意 在一切事 一切尽 一切实 在一切事 一切尽 一切实 用心在意 这用心就是 我们都有心啊 但是 只有贤圣人 会用心 凡夫呢 都把心就是放在那里 摆好看的啦 为什么 因为他不用心 他只任由业力推允 这样的 然后在意 你怎么能在意呢 在意就是 摄意 清明 摄意集中 对 你摄意 然后 摄在意上 然后意跟清明 所以叫在意 所以 换句话讲说 心在言 不是心不在言 心在那个意上 你那个 那什么叫做 摄意呢 精神统一 精神统一 精神专注 叫做摄意 也就是在意 一切能够 一切事情能够成就 都是因为 你在意的关系 那 乃至于 所有的那种 不可思议法的那种 灵验呢 也都是因为你精神统一 你精神统一去做 那么 所有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会发生 那 这不只是佛法 来自于像 这外道人画福 画福 念咒 然后 他在 他画那个福的时候 每 他都入了外道订 就设心 然后 每一个笔画 都用了他的心 然后 每一个笔画 比如说他要害人 然后 心里面就很专注的 念着 他的那个称义 然后把他的称义 恨义 以及要毒害那个人的心 就 传到这个笔尖 画出来 所以他会灵念 所以 这佛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 摄心专一 无事不办 这无事不办 最主要就是 你要修的所有的功德 尤其是禅定智慧 都必须要 都是必须要靠这个摄心专一 你如果能够摄心专一 你就能够成就种种的禅定跟智慧 那如果离此 摄心专一 一切都免贪 为什么 因为心散乱 扎染 所以不能成就尽功德 好 那 所以 在未做之间 勿须审查 酬粮 唯细推就 所做之事是损耶 是意耶 这修行人都必须要了了 明白 要了了之 若此做 愚人有益 如果你做这件事情 对别人是有益的 那么 就应该要勇猛精进的去做 若愚人有损 就应该 马上就停止 不要做 反观做心 即反观能做之心 能做之心就是能令人造作的心 不在内外中间不见相貌 能做所做 毕竟空极 顾名为观 就观能做之心 凡夫 因为不以智观 不以智来观察 智心 所以就觉得 智心有一切相 比如说 你觉得你生气了 或觉得你难过啊 觉得悲哀啊 等等 这些都有了 你没有用智慧去观照他 这些都现有 那若以智 若以智光 智光照彻 以力见实无相状 如果你用智光来照他的话 就发现 诶 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 可是 你一不照他的话 他又有了 那一照彻以后 力见实无相状实体 比如说我曾经比喻过 就好像一个防空豪 那 就没有用啊 里面就很多的 蜘蛛啊 蟑螂啊 青蛙啊 蚯蚓啊 什么都有啊 对不对 那 乃至于蝙蝠啊 可是 可是你如果 因为那防空豪里面都黑 咚咚的嘛 那你如果拿一个很强的 这个手电筒 进去一照 那些所有的动物啊 都跑光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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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 那个手电筒就好像 智光一样 波诺智光 一照 那所有的烦恼群像 都跑光了 都 煞时间就好像都没有了 所以 这个就是所谓的造剑 无云皆空的造剑 那 同样的呢 为什么要修这观字 因为我们 明明中觉得有 可是你若又真的用真字来造的话 他却没有 所以我们都怎么样呢 都被他迷惑了 你知道 所以 但是我们 一直都认知 而且相信我们是有这些东西 有 这个 我们心中有一切的像 所以 所以我们有贪嗔痴嘛 所以 就必须要用接近灰来灭他 可是 如果真正有那么 就是说修行了 到了某一个境界以后 然后用智光一照 就这一切像 都不见了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在 读高三的时候 高中三年级 要考大学了 之前 之前那个两年半 都不紧张啊 最后半 最后一学期就很紧张啊 就常常去开夜车嘛 开夜车 然后我去我家距离那个建国中学很近 走路头十分钟就可以到 然后 而且建国中学晚上都有三四间 那个时候三四间教室开放 给大家这个开夜车 这个通宵的 师大佛中也是一样 那我常常就 读到很晚很晚再回来 有时候有两三点三四点啊 有一天到三四点钟回来的时候 那你知道 那个时候 建宗他的围墙 旁边种了一排椰子树 对 然后 那一天晚上 我多的比较晚 而且那天比较冷 然后风一吹 哒哒哒哒 然后 后来 到了四点钟的时候 我就回来 然后走 一边走的时候 我就听到 刚刚听了那个椰子树的 那个沙沙沙的声音 然后 走到路上的时候 又觉得好像 后面 有人跟着我 因为我听到声音 那我走一步 他也 他也进一步 沙沙沙 吓了我半死 因为那一路都很黑暗 顾岭街啊 那个晚上都很黑暗 然后 所以我走了 十几二十步 就停下来看看 我停下来 他也停下来 我往后看 没有 就越吓你知道吗 哇 吓死了 我本来不是那么胆小的 可是那一天实在是吓坏了 然后走走走 一直走到那个 孤岭街头的时候 那个 有一摊卖那个 那个 阳村面的 有灯光啊 然后 我才猛然 有灯光一看 我才猛然哦 看到我的脚下 黏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种叶子 一个种叶子 一个种叶子黏在这上面 所以我一走 他也 撒撒撒这走 我一停他也停了 所以 我这才比喻就是说 你心里有鬼啊 所以 你就一直觉得就好像 有鬼有人跟着你 人跟他没关系 有鬼跟着才麻烦的 对 那 那比喻就是说 我们众生心 觉得自心里面 都有很多东西 但是 这个以波诺大致来造见的话 这一切相都是虚妄的 尤其是心相 心相都自心所现 这一切心相所现呢 都是如梦中见 或是如梦所见 有时候经文是这样写 你在梦中见 可以见到很多的境界 很多的形象 可是那些形象 别人看得到吗 看不到 那你梦中有很多 碰到很多事情 很多的感受 别人 能够感受到吗 也是不能 对不对 所以那个都叫自心线 所以 那自心线呢 是影像 那这个自心线呢 不只是说梦中而已 事实上 白天 没有睡觉的时候 所有的自心的 中间的所有的影像 跟梦中一样 也都是自心线 是你自己才看得到 自己才 最感觉到 所以是 如梦所见 如幻所现 但是我们都 被这些一切梦幻所迷惑 而且我们所追求的 也都是一切的梦幻境界 所以我们都是梦幻提示 那 接下来看 造数第三行 反观作心者 即反观能令人造作之心 不在内外中间 也不在中间 而不见相貌 能做所做 毕竟是空极的 来 从这个毕竟 究竟的道理来看 它是空极的 所以 只是因缘现有 毕竟空极 只是因缘现有 所以名为观 这样的话 你这样去 去思维的话 就称为观 观什么 观能作之心 以及所做的结果 或是过程 所以 又妇因之做之一致 能力甚大 不特仁天因果因造作而成 亦且上至是胜因果 亦因造作而有 若不造作 则了无一物 所以 我们也还要知道说 做这个字 它的能力是很大的 不只是说 人天好的因果 人天因果是好的因果 善因果是因为造作而成 乃至于 善至于这个世圣的因果 也是因为造作才有的 所以不做就不成 若不造作 若不造作 则了无一物 所以如果你不去做的话 什么东西也不会有 什么功德也不会有 我在初中的时候 读了一课课文 我忘掉那题目是什么呢 但是它上面有一个句子很好 天下事有难以乎 唯知者难者亦亦云 否唯者亦亦亦云 有印象 是一个很有名的做文学家 然后就讲到说 一个平生复生,要到南海一游 有没有 那个复生 想要说 数年要玉买洲南下 要到普陀山去理观音 结果好几年都没有成功 结果有一个平生 他过了几年以后就回来了 然后问他说 你那么穷,你怎么能够跑那么远 有没有印象 所以 一切都是造作 所以好事也一定要做 所以修行就一定要做,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努力的做 所以这里说 世心是地狱,世心做地狱 就是说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心是地狱的话 那就你的心就会造成一个地狱 那世心是佛,世心做佛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体会这个心本来是佛 那么你这个心就可以做佛 就可以做佛,这有两个意思 就可以做佛,这是未来事 或是就正在做佛 这是现在进行事 有两个意思 世心做佛 所以现在正在做 而且将来也会做 将来会成就 是个佛 逐渐流转生死 安乐妙堂 为此坐志更无 更非他无 所以 凡夫的流转生死 然后圣贤的安乐妙堂 就都是这个坐志 而不是别的 都是因为一个坐的事情 那 这个凡夫的流转生死呢 是自己造业 作业 造业所致 然后 这个圣贤的安乐妙堂 也是因为他 做种种修行的事 所以达到了 所以 如果不做的话 就什么都没有 事之善恶以心为本 事就是因此了 因此就知道 善恶是以心为本 心为造作之本 以其心动故神动 生动故静动 若心不动 则静一不动于 他在讲一个故事说 古时有一个铁匠 中年都在打铁 制造兵器 作为生活 有一个修道人 道人是修道人 不是道家的人 这是指佛道的人 而且如果称他为道人的话 表示他有很高深的修行 就是悟道得道的人 叫道人 所以佛法中人不能随便像 这个 布袋戏或歌仔戏里面 自称说 分斗灵 本道人 这个道人的意思是 见道正道 悟道的人 不是普通的人 那平道是什么意思 平道不是说他很穷 没有衣服穿 穿百纳衣叫平道 平道是说 我在道上很平 也就是说我没怎么修行 这个意思 是一种谦虚的讲法 的意思 所以 所以我修行很差 这样的意思 那本来这个谦虚的讲法 可是到后来就变成一个很自大的讲法 顶多 跟这个无独有恶 有一个寡人 这寡人是这个皇帝的自称 对不对 本来是谦称的 你知道吧 什么意思呢 因为是寡德之人 就是说我没有什么道德 没有什么德性 但是到后来变成 他为我独尊的意思了 所以 就是 瓜林 这台语讲一下特别有味道 对不对 人家都讲成过语 寡人 没什么味道 这瓜林 永心大喜 寡人 容心大喜 龙心 他是动物 所以 有一个修道人 有道之士 在怜悯他 就化其念佛 就教化他 教他念佛 就 每一锤 每一集 就念一句佛号 他就遵命而行 久而久之 功夫成熟 所谓水道取成也 自临命中时 他就说有个记忆说 叮叮当当 酒恋成刚 江上太平 我往西方 那就是说 他因为一天要打至少八小时的铁 对不对 所以他就八小时都在设心 而且他做那个东西是很Routine的东西 Routine中文怎么讲 这个翻译太拉扎了 Routine 例行公司 例行公司 所以 不需要用什么思想 不需要用什么脑筋 就可以打了 因为他已经打得很熟了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的成语是说公司 但是这个Routine 不一定是公司 就是例行的事情 所以 一直重复 而例行的事情 就叫Routine 所以他做那个Routine的事情 不需要什么思想 所以他就可以把那个思想 用在念佛上 所以他就一边打就一边射心 对不对 所以他没打一锤就没有白打 对不对 然后就一直射心 所以一天至少射心八小时 你看 这很多 对 他一直射心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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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乘着佛圣号的微臣之力 以及他自己本身射心 我什么叫成佛圣号的微臣之力 佛本愿故 佛本愿说 你称我的圣号 就有如是如是的功德 就是每一个圣号灭多少一劫的生死之罪 然后所以那个罪就一直灭一致灭心 然后一致射心 又心又一致清静 所以这个 这整个道理跟事项就结合在一起 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 他就是实践他 你知道吗 实践他 所以 八小时 心都不乱 你看 这太好了 是不是 所以念佛打铁 他在念佛打铁中 修止观 等于是这么说 那 是不是观不说 是修止 是绝对没错的 对不对 他就止了 就止息烦恼 止息妄想 上膝诸人者不可亲而乎之 所以这个打铁就没有白打了 可是他如果不念佛的话 那都白打了 对不对 然后到临终的时候 因为他打的是兵器 所以有很多的业在里面 去帮助人家杀人 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回向 愿萧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惜消愁 事事长行不达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